新情况又怎么样呢 马上来连线 正在南京中央门长途车站的江苏台记者王沛 王沛你好 你好 我们想知道是昨天已经全部停运和公路 今天是不是有一些新的调整和变化 另外省内现在长途车站滞留和积压的旅客 现在有没有什么得到缓解的情况 王沛 是这样的 因为今天天气情况好转了 而且我们的全省的各个部门都在全力保障交通运输 所以首先是江苏省内的公路已经全部都能够通行 南京中央门长途客栈的搬车线路 现在只是往大西线 也就是往重庆西安这些方向 只能是部分保障 至于旅客滞留的情况 跟昨天相比已经是大大好转了 今天南京中央门长途客运站将会发送旅客4万人 车站方面向我们保证说 到今天晚上10点半的时候 这些旅客能够全部发送完毕 保障他们安全平安的到家 另外我们有两个特别关注的地方 一个地方就是说 明天就是春节的时间比较紧迫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 天气预报还显示 未来的两天冰冻的这样的一个低温天气还会持续 那么在这两个非常紧张的情况下 当地要采取哪些措施 能够保障这些民众能够平安和顺利的回到家里呢 好的 我先介绍一下咱们长途客运的情况 首先江苏省交通林河公安厅组织了200辆社会大巴 我们对一些远途旅客采取分序接站接送的方式 比方说我们往重庆方向的 我们可以在宜昌设议站 我们把旅客送到宜昌以后 再转车直接把它送到重庆 往西安成都方向的 我们将在陕西的汉中设立这样一个中转站 能够确保旅客尽量的走掉走好 同时呢 为了让旅客就一些临时还没能走掉的旅客 车站方面呢 还准备了将近100顶帐篷 确保旅客不要在露天以及室外过夜 那么铁路方面呢 铁路方面情况现在已经大为好转了 我们南京往在沪宁县方向 我们有大量的渔票 旅客随时能够走 往徐州北京方向呢 还有少量的这个渔票 也就是说铁路的运力相对还是充足的 航班方面 即使到今天上午呢 已经运送了3万5千多旅客了 所有的产名车呢 也在全力的开动着 机场目前没有出现延误的航班 好 谢谢王培的报道 那明天呢 就是除夕了中国各地的年味 也是越发的浓烈 各地民俗活动悄然兴起 在热热闹道的迎新活动当中 人们热切盼望着虎年的到来 来看报道 虎年春节将至 红春联 红灯笼 火红的色彩 红遍各地的购物市场 各式各样的虎年贴化 虎挂件都成为了畅销商品 这里是拉萨最大的日用品市场 太阳岛市场 今年葬礼新年啊 正好和农历春节是同一天 所以在这个市场上我们看到 除了喜气洋洋的红灯笼 中国节对联之外呢 还有这些可爱的小老虎 他们也成为了这个市场上 最热销的商品 贴在门上的纸老虎 挂在墙上的刺绣虎 还有哄孩子用的布老虎 各式各样的老虎 摆满了各个摊位 一共我们进了50个 50个就已经卖了48个了 藏族历法与汉族农历一样 也有12生效 藏历把金木水火土等五行 也融入纪念当中 因此有了铁虎年的说法 随着虎年新春的临近 新疆各地张灯节彩 处处流光溢彩 在新疆昌吉 年味十足的大红灯笼 吉祥如意的中国节 把整个城市装扮一新 就感觉这个节的范围 特别浓厚 尤其这个两边街上挂 这个灯笼 感觉就有一种充益傲然的感觉 写春帘贴春帘 是最传统的过节形式之一 今年受到民众追捧的 还有带着虎字的手写春帘 带着淡淡的墨香和暖暖的祝福 寄托了民众对新年的美好期待 和北方人不同 广州人过年最具特色的一个节目 是逛迎春花市 11号 广州一年一度的迎春花市开门迎客 对广州人来说 买花最重要的是要讨个好彩头 蝴蝶兰是看起来又开花 又比较灿亮又比较好看 所以很受欢迎的 五年到了 花市里也少不了老虎的身影 不管是戴在头上的发孤 还是套在手上的虎掌 稍微打扮一下 就能感受到虎虎的生气了 主要就是感受一下 这么热闹的气氛 这个娱乐生平啊 然后我们国家都是这么喜气洋洋的 每个人都笑得这么开心 就是到了 大家也能一起感染这种快乐 也希望来年能更加快乐了 据台湾方面的统计 今年选择在台湾过年的大陆游客 有数万人 而为了保障大陆游客 有良好的旅游环境 台湾的旅游金融业者 在春节期间推出多项措施 方便大陆民众在台湾旅游和购物 据台湾方面统计 从除夕开始 陆客每天平均有4000人到台湾 一直到元宵 至少有6万大陆游客到岛内旅游 以每位大陆游客 平均每天消费新台币9000元计算 为岛内观光产业带来新台币8亿5000元收益 为了抓住这个巨大的商机 台湾旅游业者做足了准备 基隆市政府为迎接乘邮轮赴台观光的游客 特别在码头设置了10大特色礼品摊位 准备把当地名产推介给大陆游客 基隆港和高雄港还在码头设立了服务中心 提供货币兑换 观光折夜和移动电话车等服务 到2月10号 我们总共清查了台湾地区的接待旅行社91家 大概有3300个团体 所有的旅馆的房间都已经确认完毕 为了保证游客利益 台湾建立了品质新的过制度 在由此标志的商家 游客可以放心购物 为方便大陆游客在台湾兑换货币 从2月8号起 台湾已经开放大陆银联卡在台提款 大陆游客每天可通过自动提款机 最多提款1万元人民币 每笔提款要加收1美元 约合新台币32元的手续费 全台25000多台自动提款机中 约有1万台可以接受银联卡提款 另外台湾多家银行 已经开办临时柜台 接受人民币兑换作业 一次兑换上线是2万元人民币 台湾中央银行11号表示 为应对春节假期 大陆游客来台兑换人民币的需求 以请台湾银行 赵峰银行在机场 码头 日月潭及西子湾的营业点 安排轮值人员 提供人民币买卖双项服务 台湾旅行工会全联会理事长姚大光表示 在春节期间将派专人值班 随时为大陆游客提供协助 那么过年的时候 台湾都有哪些好吃和好玩的呢 让我们通过下面的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春节期间到台湾 年货大街是您品尝年味的最佳去处 台北的迪化街是最重要的年货聚集地 在这里 琳琅满目的年货食品 一应俱全 品种多得令人目不暇接 即使花上整整一天的时间 也只能算是走马观花 过年最少不了的就是美食 在台湾 除夕晚上家人一起围炉聚餐 也要吃饺子 年糕 还有鱼和常年菜 作为游客 要想在短短几天的行程里 尝遍全岛小吃 那么夜市就是必去之处 人气最旺小吃最多的 要属台中冯甲夜市 高雄六合夜市历史悠久 充满异国风味 最平民化的则是台北士林夜市 只有吃不下没有吃不到 台湾庙宇众多 许多台湾人都会在除夕夜半 到附近著名的庙宇拜拜 抢头香 到台湾旅游一定要到庙宇里 去感受台湾的宗教文化 到了正月十五 一年一度的台湾灯会就会登场 今年的灯会在嘉义市举行 取虎跟福的谐音 以福林宝岛为主题 从2月28号元宵节当晚开灯 持续到3月7号 大陆的花灯也将登岛 共庆佳节 要想在台湾玩出特色 泡汤是个不错的选择 宜兰交溪的碳酸泉 具有美激效果 号称美人汤 台北线乌来的西畔温泉 也是赏景品名的绝佳选择 自2008年6月 台湾开放大陆游和观光 同年底两岸又实现海空直航 而现在又增加了游轮赴台游 赴台旅游可以说是更加的方便了 两岸直航的实现 降低了赴台旅游的时间 同时旅游费用也直降千元 通过直航包机赴台游 一般在五到六千元人民币之间 目前台湾方面已经开放台北桃源 松山 高雄小港 台中清泉港 及澎湖 花莲 金门 台东等八个客运航点 大陆方面 在北京 上海 南京 郑州等 21个航点的基础上 又新增加了长春 烟台 太原 南宁四个通航点 2008年9月30号起 大陆游客除了可以选择直飞台湾旅游外 又多了一条途径 就是由福建厦门经小三通海上直航金门 再飞台湾本岛旅游 这条线路不仅内容丰富 报价也较低 时间也更省 是目前旅游市场上性价比最高的台湾旅游线路 九天的游程 在原来台湾环岛游八天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天金门的游览行程 当地组团的报价在7000元人民币以内 现在大陆游客还可以通过 与台湾旅行社联营的哥斯达邮轮赴台旅游了 哥斯达邮轮自2月2号到2月22号开通定期航班 从香港出发 会停泊台湾的基隆港台中港 每四天一个航班 这条航线 大陆客约占所有邮轮旅客七成左右 春节期间的两个班次 以客满 团费为每人5999元人民币 在赴台旅客越来越方便的同时 台湾旅游机构正在针对大陆游客 做特别设计 努力使台湾游逐渐精致化 多样化 每一年我们踏上团圆的旅程 每一年我们放向新年的爆竹 每一年我们期盼合家欢乐的笑脸 一样的春节不一样的故事 二月十一日至二十日 农历腊月二十八至正月初七 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新闻 推出电视网络互动节目 我们的春节 邀您讲述自己的春节故事 好 马上进入特别节目 我们的春节 王周 好的 继续来关注电视网络互动节目